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大炮一定是射到特区政府的 举个例子 我也是举例子 因为我也不想针对哪个人 在洞房有一个议员有一个专栏 他叫做言必有信 郑德逊这个立法会议员写的 他写什么呢 填补漏洞追究国泰 我告诉大家 这件事他也是针对特区政府 针对针对特区政府 其实他的篇文很有趣 他最初就说 Omicron由海外进入社区蔓延 做好本分的食肆和其他学业 要为国泰基组人员违规行为埋单 市民无奈承受收紧防疫措施苦 很坦白说 你们一直都说要早点收紧 如果听你们那帮人说早点收紧 那些东西已经贵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自己都知道 你自己都知道 去年11月九龙西出现 基组人员感染个案 幸好没有引致社区传播 那时候 郑永迅 他已经说 要马上收紧豁免检疫安排 好了 他现在奈何港府当断不断 心存调行 郑永迅 如果当时听你说 11月就收紧了 那些东西贵了两个月 去到飞 年都过不了 傻仔 你不是吧 你这样 你说这些东西根本毫无责任 你不解释收紧了之后 有什么后果 只懂得说要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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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说死得人多了 老实说 现在开始逐步收紧 你看得到那个影响在哪里 是不是你卖单了 郑永迅 我告诉你 其实政府也很怕其他东西 他根本就是要平衡社会的需要 郑永迅 我都猜不到 他是这么坏坏的 告诉你 你见他很微很貌 应该都是 平时说话都叫做大方得体 在民建联里面的形象 都是颇为不错的 我小猜不到 今次他都要埋位 就是要推荐国泰 再推荐特区政府 再推荐特区政府 郑永远那件事 老实说 那些空少 放了公司 已经不守规矩 郑永远已经做了 是不是 郑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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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有关安排仍然是半桶水式防疫 他们属于高危群组 教稳吐的做法是收紧至14天 隔离才可以入食居 漏洞一日不暴 香港永合停停开开的悲惨轮回 鄭永迅很坦白说 这些事情你就离谱了 我不是想针对他 我最初也不想针对他 不过我说一说也算了 还是开了他的名字 因为有很多事情就是 据报国泰过往一段时间容许机组人员客机去货机 这个一定要讲清楚 他是客机安装了货 但是没有乘客的 那个染疫的风险是怎么样 我们解释过的 现在出了事 其实某程度上就是 有人不守规矩 这是最重要的 其实守规矩才是最重要的 守规矩的话 遭遇了也不会这么严重的 因为那些规矩在里面 那些守则指引那些 是可以将风险降低 结果呢 就是有人不守规矩 以及指引 结果就是 将病毒带进社区 很坦白说 现在第一件事要做的 不是追究谁有责任 而是大家 妥妥当当地解决了 现在 妥妥当当地解决了现在的问题 还有你们这些人 经常说要收紧的 麻烦你们出去说 现在如果再收紧的 那些东西会贵多少 你会快快快去告诉公众 你们这些笑儿 真是不知道基层之苦 经常说自己知道基层之苦 其实是不知道的 其实是不知道的 乱来的 还有 有没有帮老人家 叫他们去打疫苗 有没有做 郑永迅 每天都骂政府 你没有责任的吗 你们这些议员没有责任的吗 坦白说这些是 大家一起惨的东西 不能够纯粹是国态的 一定要说清楚 KFF就说 郑永迅 之前做地区是不错的 现在竟然跟队 他们就跟了队 那一个母亲 那时候 郑永迅去日本帮助 说 我对他的印象也挺好 我对他的印象也不错 但是 印象一场不差的 他现在洞房就写 要追究管理不善的 薄异和首国泰航空 他说要这样 这个 他说 就是说真的 他说现在的焦点 应该是放在 如何尽快填补防疫漏洞 不是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最快尽快找回 那些人出来 还有 你要填补防疫漏洞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要鼓励那些人用安心出行 你有没有叫人用安心出行 郑永迅 有没有社民叫人用安心出行 你有社民骂政府 但是我看过 你就没有社民叫人用安心出行 你还要在一份 每一次 叫多些人用安心出行 都骂的报纸上写文 是不是反对安心出行 我觉得他是的 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份报纸 这份报纸的立场 这份报纸的立场 你很清楚的 是反对安心出行 还反对疫苗的 你是否一个这样的人 你最好是解释清楚 我认为他 是不是反对疫苗 是不是反对安心出行 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安心出行真的有漏洞 有些人真的去到一些地方 不掃的 这个真的是漏洞 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情况 找不到源头的那些 全部都是没有用安心出行 然后又要用信用卡纪录 又要用八达通纪录 就不是那些人说到 除了外防输入就搞定了 就是现在你的源头搞错了 因为你现在说的那些 就是说源头那些人 就是说因为国泰 处理了国泰就解决了 事实上不是的 你看看内地的情况 为什么会有外来输入 内地的基组人员管得很严的 都一样有外来输入 为什么 为什么呢 究竟你们这些议员 究竟是想怎样 我想问一下 你们究竟是处理这个问题 只是把社会遇到的问题的责任 全部都推到特区政府来算了 你终于多谢你的支持 不能够这样的 H&T就看到一个论述 香港有反习的有势力人士 在香港兴奉作狼 这个我说过 一直都有的 这个我说过 一早都有 一直都有 这个我说过很久了 其实这个论点我说过很久了 有一帮人根本就在香港搞乱当的 就是郑永迅 连这个看起来OK的人 都是黑化的 你说大不大坑 你说是不是很大坑 一宗鸿门宴 导致整个建制 一起罵政府 再拘捕国泰 你们搞鬼呀 国泰是有 就是你们建制的一个大派对 自己拘捕了就算了 其实道歉就搞定了 你们不是的 在这里推三推四 推淌责任 不是呀 绝对是啦 你这样推淌 喂 你郑永迅你自己没去的 你就出小句声咯 是不是 你不用这样帮口的 老实说 你一边罵国泰没意义的 你要国泰追究你些什么 最多国泰 老实说 就算国泰 目前为止 他们可以怎么做 做些什么 你想国泰怎么做 好了 你道歉 我觉得道歉 是一些形式的东西 实际 虽然那位空少 相信都已经处分了 那你还想国泰做些什么 老实说 我也不太明白 是不是想国泰 倒倒倒倒倒倒 是啊 还有一件事 其实埃兵章说 现在病毒进了社区 你要找回中了病毒的人 埃兵章就是亡羊保佬 所以你就不是说 如果你说填补防疫流动 你只是针对国泰是不对的 其实有一件事叫狗手必失 其实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内地的外来输入是怎么进来的 就算你怎么做也是有机会进来的 深圳那一宗 就有人传是旁边的酒店 我收到两个信息 但我也确认不到 有一个信息就是旁边的酒店人员 惹到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他只是去货柜打开货柜 然后出来就惹到了 就是这样 他进去货柜的时候 有戴口罩但没有穿防护衣 那个信息就是这样 这个是传闻 但实际上是什么我不知道 而大家看得到的就是 内地外防输入做得好 一样有外来的案子 所以问题根本就不是 你的外来案子是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防护 实际上就是 你要在自己在香港 都有一定的防御能力 第一样就是打疫苗 第二样就是用安室出行 还要是人人用那一种 好了 Solomon Kahn 说 其实煽动怨气很容易 因为有位被抽到 政府就会变成标靶 而且人情常理市民追责 一定先找丫头问责 现在大家不肯跟政府做 就是政府总在关节位出事 怎样关节位出事 我想问一下 令人不信任 我讲个现实给你听 我之前有节目讲过 香港政府回归以来 就是被人不断抽称 不断骂 一个不断被人抽称 不断骂的政府 是不可能有管治威信的 这些人都不听他说 也根本就不会听他说 而且你要制造怨气是很容易的 就算没有做错 都会找到一些位置来做怨气 所以Solomon Kahn 我就是不同意你的说法 所以你说 不让市民疏到怨气 就一定会爆 什么爆 怨气一定可以疏到的 我说给你听 如果你是用你的理论 就是19年他们暴动也是对的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他们有怨气 所以他们暴动也是对的 没得这么说的 现在你说的 有些激男的那些 就是说我要帮市民疏到怨气 但是实际上 对社会的影响是很负面的 我告诉大家 汪Leo就说 张竹军都没出声 你帮人弄到天天都要出来 开记者会说一大堆东西 其实是很麻烦的 这些是 浪费时间浪费公帑 你开记者会不用钱了 又要安排这样安排那样 全部都不是做实事的 又是交代这样交代那样 问长问短 现在泡泡龙就问 议员有特权吗 大家都要有道德自对的 其实现在就是他们做到 他们那帮从政的人是有特权的 而且他们喜欢怎么骂就怎么骂 他们跟媒体是行下一戏 你看得到的 所以已经不是 媒体就像这帮议员的传声筒一样 那些声音就被媒体再煲大它 那些传媒就需要议员继续讲话 议员继续乱说24 然后把反政府声音越放越大 越放越大 同样一样东西 我们也说过 就是Solomon Canna 我不是特意针对你和你争辱 不过你也要明白一样东西 为什么有些人到现在都觉得 政府一定是错了 就是因为放宽这些防疫政策给国泰 但是政府也说过 他要看很多盘数 国泰是一个重要的责任 他要考虑整体的利益 不是国泰的利益 是的 没错 所以现在你看到一些媒体 他每天都在骂国泰 就像动房那样 他也是骂国泰 其实你就很容易觉得 国泰的人真的有特定 真的壞了 你先抽离一些去看 没错 有些人说 你们也不是在地 当然可以抽离一些去看 但事实上 是不是也要抽离一些去看 因为我们这里也有 基组人员染了疫 带了进社区 我们这里也有 不是没有这些 我们也有这些 澳洲也是有这些 为什么我们说要抽离一些去看 就是 其他人也要配合 因为其实 你要基组人员去做他们的工作 你才可以躲在家 在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大家应该互相帮助 如何互相帮助 就是做回自己该做的事情 比如打疫苗 以及用安心出行 你记录了自己的行蹤 你染疫 政府很容易知道你是染疫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跟谁密切接触过 然后你就可以去检测 你检测 然后你就可以 告诉卫生防御中心 是安心出行 叫我来检测的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 这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现在最好 要做的事情 其实不是追究 谁的责任 不就是说 大家我们一个香港团队 港队 如何处理现在这个疫情 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 大家要知道自己去那边 行蹤要记录得到 安心出行 要打疫苗 一定要用 疫苗一定要打 是的 这两件事 还有 有些厨所 现在不需要打 安心出行的QR Code出来的 政府都应该规定 一定要 你去哪里就能处理到哪里 是啊 不要发烂炸 是啊 是啊 你这么张发架 发烂炸 哈哈 其实我告诉大家 这件事是唯一的方法 当你要做密切接触者的追踪的时候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袁国勇说很落后 因为严格来说 香港比澳洲和新西兰 严格来说 因为用的人很少 小人用 不肯配人 而且这个系统 香港用这个系统是有漏洞的 什么漏洞呢 就是你不是去哪里 去哪里 结果就要用几样东西 来对数据 你结果用几样东西 来对数据 你没办法通知人 譬如 坦白说如果你上了巴士 和那个染疫的人 上同一辆巴士 那你已经不能够利用APP 去通知 给你听 原来你上过同一辆巴士 是不是 嗯 很简单的 你想想 其实 现在香港实际的问题 就是 找人都很难 香港很幸运 卫生防护中心的那些人 算了 他就可以想到其他方法 信用卡纪录 这个八达通记录去做 但是 这样是人手去做 其实是很慢的 你有安心出行 你集在一部手机那里去哪里 他自己会对到数据之后 就会告诉你 你去过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很惨的就是 你看到市面上 每一个媒体的报道 都是在这里闹 实际上解决的方法 没有人拿出来 好了 政府就很切力地去解决 叫人去打针 叫人用安心出行 但是 没有声音的嘛 你看这个社会 是很麻烦的嘛 Canvas Insomnia 就是说澳海城 应该是 正门入口以前也有安心码 现在 最近都不见了 无影 其实根本上就是 你去到哪里都要去到哪里 这个就是现实问题 要配合的 我不排除 有些人 撕掉了安心码 但是你没办法 你去到哪里都要做安心 記錄者行中 最简单 有一班友仔 不知道是什么组织 去宣扬 抵制安心出行 甚至乎 要做一张帖子遮住安心出行的QR Code 有些这样的人在市面上 你不知道他是谁 是啊 Ken Zhang说得很对 我也支持 为你点个赞 他就说 用安心出行 成为日常习惯 大家共同确认 为什么要用呢 其实特区政府 说真的 他解释得给别人听 其实解释得不好 为什么要用 其实很坦白说 如果解释得好些 议员又帮忙解释的话 这件事就不会这么懒 其实 其实 议员是有很大的责任 议员是有责任解释的 尤其是建制派 建制派是很大的责任 其实这次是 他们没错 有一部份的建制派 有教人怎么用 这个安心出行 其实 他们 那些地区办公室 都有教人怎么用 我也要说回民建联 他们有一部份的地区办公室都有 但是 当你教了人用之后 你在报章那里写这些文章 实际上就帮不了一件事 你做事一定要帮一件事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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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乱叉来 Soc Fan Lam 就说我的机师朋友 知道如果有错事 就立刻解释 一定是 国泰 他们也管得很严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人觉得不用守规矩 其实就是 当丁就说 关口陆路运输的车长 都过着非常严厉的出入境守则 精滚 不要再插林郑和政府 多帮手一起抗疫 其实这个是是的 汪尼尔就说 那个蛇 又在说全民检疫 和林郑和陈兆史下台 他这个人 是很无耻的 我告诉你 其实是很过分的 做很多事情 不过你看到他们就是一班人 已经是很明显的 他们这班人就是一班人 好了 iPhone就说 连不用安心出行的黄丝 都要插政府追踪有问题 政府都没有追踪 现在是靠你自己 记录自己的行踪 当有人染疫的时候 政府就负责 把那个染了疫的人 轨迹放在系统里面 接着就经过你的手机 安心出行 通知你有染疫的风险 其实就是这样的 好了 LuluR就说 个个议员 都只是看眼前 压like 都不看长远 香港死了 他们可以去做BNO 但是也不是这样 搞死自己 从小到大 长大的地方 个个都不为香港好 想香港好就做自己工作 不是和政府作对 没有一个地方的领导 是会想搞死自己管理的地方 特首死这么做 他就死这么倒台 这班人 是啊 是柴台嘛 柴特首台嘛 Connie Chan 她在澳洲 她就说前天 去了商场买东西 今天政府医疗机构也通知 那里有播逆者 如果身体出现不息 就要做PCR检测 其实在澳洲也是有安心出行 其实人人也是要脱的 最初就是自愿的 接着搞搞都没得自愿 就是强制一定要脱 为什么呢? 因为你强制一定要脱 才可以知道你的行踪 如果你染了疫 政府才可以容易找到你的行踪 对不对? KFF就说职业政治人普遍有个问题 很多就算几十岁人 都好像没什么出来做事的实践经验 没有建设性的建议 还是纯粹玩政治 他们今天就很开心 今天文建联有搞一个汉字选举 什么东西 我创性也有去搞 我创性也有拍Live 有视频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就是 他们现在有一帮政治专业找食的人 那些东西实在太过分了 总之 动一些就找位置入政府 所以你跟我说 那些人为什么有怨气 其实很简单 那些议员什么都答应给你 那些议员好像销售那样 那些议员好像销售那样 他什么都答应给你 但是他答应你的东西实际上是没用的 或者是没效的 然后实际上没用 没效的东西 他就答应你 说这样就可以 政府根本就不可能跟议员的建议去做 如果一跟议员建议去做 后续的成本 那些议员又没有解释给市民听 就像郑永迅那样 很简单 他说什么 他就是说要收紧航空的 那些机组人员的豁免 好了 第一件事你告诉大家就是 如果收紧的话 那些东西会贵很多 现在很多货都是空运来的 香港一年有四百多万吨空运货 出口只有四万吨 不算邮件 其实就是有几百万吨的货 在香港 一年是 你要靠那些货 来维持香港人的生命 那些东西 贵了的时候 那会怎样呢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没有解释给别人听 市民埋单的时候 你为什么在推你的agenda的时候 你不告诉市民听 会这样的 就是好像以前 他没有说的 以前 你知道明不明白 那些人为什么有怨气 其实那些怨气 有人说是政府做出来 其实不是的 其实议员是有份 製造香港社会的怨气出来的 他什么都推出 然后政府做不到 然后就狂骂政府 现在就有怨气了 很简单 就是为什么 有线 切台 要出刀才切到台 是的 切不到台 为什么切不到台 因为 推出给你的时候 他说什么都可以 实际上 连英超都没得看 是不是 接着去切台 又说要一个月之后 才可以切 那些人 躁起来有怨气 就是拿刀 就是这样 是不是 唉 真是可惡到极 唉 San Pignam就说 香港人很多都是鸵鸟 他怕自己的地方有疫症 要去测试 如果真的有染疫 自己也接受不了 其实 问题就是 因为你染了疫 之后很麻烦 其实很多人很害怕 就是 我隐藏了自己 算了 因为 会很烦的 要去捉高弯的 有些人的想法就是这样 喂 其实我告诉大家 现在香港 未来这十几天 其实是关键时刻 为什么呢 有些人会开始很自私 他们就会 就算有病症 譬如有伤风感冒病症也好 他们自己买 乘药 顶着就算了 他不会去检测的 有一班人一定是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如果现在检测了 你是阳性的话 你就要去捉高弯的了 或者要 不是 对不起 不是捉高弯 香港是要去医院的了 说错了 如果你要进医院的话 那你在那里 起码留十几二十天 之后 去完医院之后 还要去捉高弯停留一段时间 才可以回到社区 你没有了整个月 连都要在捉高弯过 所以香港一定有一班人 是会很自私的 我踢了他们 我不是教他们 怎样做 他一定 如果有病症 他全部都是吃那些 承药 遮住他就算了 吃Panadol 吃退消药 吃这些东西 必你痛 就顶住 咳藥水 喝一下 是不是 就当自己没事了 躲在家 是的 Wing CC就说公务员 必须在2月16日打针 否则不能够上班 Cony Chan就说 澳洲的数字是不准的 澳洲的数字已经开始不准了 他们在某程度上是半放弃状态 半放弃状态 他们纯粹是管治疗系统 不要想就算了 他不会理的了 澳洲已经去到这样的地步了 那 Virginia井就说 中大呼吸系统科的讲座教授许树昌 就认为 全民检测要配合居家临时效果 那时候我们讲过了 是的 我们讲过了 是的 但是本港是难以实行 现在有人说要长民检测 是的 但是我们一早也讲过 是压制检测 我们也讲过了 这些事情我们之前已经回答过他们 他们扮演就扮演得很贴地 在香港 但是实际上 香港社会的局限性 他们好像完全不知道的一样 是按摩到不得了的 其实 是的 嘉嘉柱就讲得对 跟社长说得对 售仇说什么都可以 做不了关人的事 在公司不肯做 我们帮忙执事 真的想方法都想到头白 其实我们在社会打滚了一段时间 就知道售仇是怎么售仇 他什么都告诉你 可以的 可以的了 可以的了 相信我 信你就是做乞业 我也是这样 Wendy Lee就说 物价高涨市民牙议员 仍然出十多万一个月 所以那些对所谓的议员影响很少 所以我就是说 这个郑永迅就是这么离地 就是他们那些人说 要收紧那些货机机组人员 什么什么什么 说就容易了 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 除了内地之外 因为其他的地方根本 没办法 成本太高了 其实香港的经济架构 就比较像西方一些 那些经济结构 就是 你如果硬说要像学内地那样 其实很难搞的 搞不定的 如果是要搞的 你应该说出来给别人听 之后我们会怎样 食物会贵三成 那你说给别人听就行了 但是你又不说 接着政府搞到一些东西出来 接着你说政府也不够 半桶水 你不适合而已 好了 李中理就说 议员经常说林郑左通关 现在深圳有确诊 所以说通关存在很多因素 不是林郑做事 是社会环境做事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 KFF就说 社长请多说一次 在澳楼如果不打针 生活有什么不方便 抬上说一下 好吗 澳楼不打针 你就很多地方都不能去 就去不了 你不打针 简单来说 你要去饮茶也好 去餐馆也好 全部都要给你 你的疫苗护照 有些商家 有些超级市场 你没有疫苗护照 基本上是 你很多地方都去不了 你没有疫苗接种的话 买菜也不方便 其实是这样的 超级市场 暂时都可以 不用打疫苗都可以进入 但是呢 有几样东西是 绝对一定要打疫苗的 就是看电影 看电影一定要 看电影一定要 去宴会 去宴会 一定会要你看那个疫苗护照 另外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 演唱会 那些功能 那些全部一定要打疫苗 才可以去 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疫苗护照 就是用来去一些 群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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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告诉大家 之前我们有个哥哥 是英国来的 他打了两针 接着 他其实是阳性的 就是他中了Omicron 他在这里隔离到第九日 第十日的时候 就自己跑了出去 他测试了 但是他没有等结果 他就只要出街 结果呢 他也没有造成群聚感染 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幸运 其实就是因为 他去那些地方 那些人基本上是打了两针疫苗 就算是能去的那些夜总会 也没事的 就是那些人是喝得啪啪呼 就是啪啪焦�Ь哄 ох湿吒式吒式的 那些是一定会 Grazing 那些 他们都没有犯规犯 他就是一个 就是種了Omicron的人 进去夜总会 酒吧 乱岔子 dental também也没叛出来 也没帕发出来 就是那个人们把疫苗打了 那些地方就是打疫苗的好處 還有我們這裡的人是很近期才打的 我也是對上一針四個月之前 所以保護力也是很強的 但是香港的問題為什麼有些人打了兩針都很厲害 就是因為其實香港早打 但又沒有打加強針 其實現在盡力就是要打加強針 現在有些症棍剛剛發現了 你看有些症棍現在還在說什麼 我給大家看看這傢伙 我認識了的 你看這傢伙 全力推動香港全民強制檢疫 我告訴你 這些是很嚴重的 我告訴你香港真的有這些人 其實是很嚴重的 因為他明知都做不到 他就說 其實跟以前的泛民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是很嚴重的 我特大一針對他不是 只是針對他這個行為 擺明就騙人 說什麼全民強制檢疫 怎麼做 怎麼做 你講出來 你現在是議員 你說話可不可以負責任 你做喜樂樂就說不用負責任 是不是 你是議員來的 你是不是動議 是不是在立法會動議 要求全民強制檢疫 是呀快吹 我很想看看香港怎麼做 做到強制檢疫 不要把下巴輕輕的 很難的 你強制檢疫 都不是做一次 其實如果真的要做到 內地那麼有效 根本就不是他說那種 其實是14天裡面 要被人採養 採七次左右 兩天一次 那你就可以解決 全民 你怎麼做 是全民 可能你動員一百萬人才能做到 是這樣的情況 艾文章就說 強制檢疫的話 等體暴動 我告訴你 有人就是想香港暴動的 是的 這個人也是靠暴動興起的 這個西門徑也是 很老實說 沒有暴動他選到議員 香港沒有暴動他選到議員嗎 很坦白說 沒有19年那件事 沒有人理會他 唉 那麼 艾文輝就說 香港抗疫完 國勇走最前線 值得讚 你們同不同意 這是我經過兩年的觀察 最初他是不能夠讚他 最初是國外的說話 他最初是叫別人自己檢測 他又沒有說 他說自我檢測都要去 但是他說打疫苗 最初是不用打 其實他說等下 他就先看清楚 他就先看清楚 其實這個已經是很負面的影響 你是一個專家 你出來說我一定會確實 你看看內地那些 高福、鍾南山、張文宏教授 一定是出來說我 一定要去打疫苗 一定有效 除非你是有一些長期病患 控制不了 譬如高血壓糖尿病 控制不了 那就不要打針 好了 那些激男議員 只是擦內地官員械 沒有人看 他不是擦內地官員械 他是壞到 根本都不是擦內地官員械 他們是鬥了 他們要拿些東西出來 鬥癲 他就要說 政府不跟我們作為政府的錯 他特地要找一些最政治 最正確的東西出來 這個人 這個政治投資朋友很厲害 說些東西很害香港 有些人說要撥亂反正 什麼什麼密密 立法會一定要國費 一定要有區費一起 什麼什麼密密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 說真的 你們已經是贏了 還要贏到盡 吃盡了 有些人說不行 一定要去盡 你吃完那些溫和建制 他們現在這樣做 溫和建制就沒有聲音 夾著人家 激進的人會夾著溫和的人 一定是這樣的 萬民就是這樣 是的 社會是很難搞的 其實我們說過很多很多次 說到底 香港是一個靠金融賺食的地方 有些東西 你不能夠讓人看到 這個地方 有一部分的人只要一國 就不是要一國兩制 他們不斷強調一國 就不是那四個字一起說 如果你不斷強調一國 有些生意就做不到 有些人很自然就是 這個就是事實 他們不理會 他們不理會 他們自己看到眼前的利益 就浮起來了 Ivan Zhang說 打著紅旗反紅旗 玩了幾十年 Terry Chang也是這樣說 打著紅旗反紅旗 他們是這樣的 很麻煩的 Ban TK就是使勁 只顧外表 但是不切實際的做事 他們提出的意見是做不到的 他們每個人都說做到 經常都說 有心做就做到 做不到的嘛 你做不到就說別人沒有心嗎? 做又不是他做 嘔的聲音是他說的 最壞的事情就是 所有他們做的壞事都 好像理所當然一樣 之後把矛頭射向特區政府 壞到不得了 這班人是可恥到極的 Sherman Chen說 他是搞藍色攬炒 事實上是 超級賤教 是啊 Sherman 做不到來玩香港政府 他們一直都是這樣玩的 其實泛民也是 泛民也是說很多事情 其實特區政府都做不到的 都不是特區政府權限 又爭取那樣 爭取這個 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所以他們一定會 積到很多民怨出來 你經常爭取一些 爭取不到的事情 就會有很多民怨 你也沒有去解釋 給市民聽 究竟這個世界是怎麼運作 你盡力也要科普一下 是不是? 沒有啊 你不做的話 那個民怨一定很厲害了 是不是? Charles Jojo說 現在很多新入閘的議員 都不是幫政府解決問題 不斷製造社會仇恨撕裂 現在他們那群人都進去了 很難搞的 我告訴你 激進派都沒走 好像走了那些泛民激進派 變成建制激進派 激進建制派 W吹吹說 香港應該參加新加坡做法 沒有打針 又染上新冠的 要自己負責醫療費 其實都應該是的 應該是的 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 龍眼妹就說 你真是挺壞 李梓敬 應該是說 口常流白色液體 是啊 這些狗流流吃地球 其實很多事情都說了做不到 就是要學內地 如果要學內地的話 很多事情都學不到 不如最容易學就是這樣 我建議給這幫人 如果要學內地 最好就是議員的人工 首先學內地 拿三千元人民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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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拿十幾匹港銀 拿三千元人民幣 這些是光榮的 然後做個紅臂章 寫著立法會議員 最多給你這樣做 好不好 或者區議會議員做個紅臂章給你 然後你就收三千元人民幣 好不好 區議會議員可以多開點位 那時候就一國兩制了 韓偉 這些混蛋 哈哈哈哈 是 不是什麼 是很離譜的 其實這些傢伙 過分都不得了 好了 就這樣 拜拜